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厚厚的乌云笼罩着汹涌的大海 海风吹过沙滩上的野草 远处时不时传来海鸥的叫声 在这里经常晒日光浴的泡男人 被当地人称作海象 男孩卢卡斯觉得爷爷就像一只海象 虽然他很疼爱自己 可不知什么原因 爷爷已在一周前过世 卢卡斯一家正在向海边前行 准备为爷爷举行悼念仪式 他的母亲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一直大声抱怨 为什么要在这么冷的天气去沙滩 双胞胎姐妹一边向前走 一边玩手机聊天 讨论着八卦 卢卡斯背着睡着的弟弟走在最后 手里拿着一根树枝 模仿爷爷西音的动作 白发苍苍的奶奶突然跌倒在地 她赖在地上不肯起身 表示想要卢卡斯母亲身上的一个包 但对方并不想把包给她 两人很快发生了口角 另一边 最小的弟弟已经醒过来 正缠着卢卡斯 寻找掉在地上的泰迪熊 从对话中可以得知 这一家人的关系都非常冷漠 除了卢卡斯和奶奶之外 其他人都不关心爷爷的去世 欢迎收看小春电影 我是小麦 这一次分享的短片是 《我的海啸爷爷》 作者是网友 郑泰CCCC518 一行人来到海滩边 奶奶突然激动地向前跑去 大伙走上前去才发现 沙滩上有个人形的沙坑 旁边堆满了密密麻麻的烟头 很明显 这里就是爷爷死去的地方 奶奶跪趴在地上 双手合十 嘴里念念有词 仿佛在举行什么仪式 家人震惊地站在云地 根本搞不懂奶奶究竟在干嘛 这时 卢卡斯母亲 即在已久的不满 在片刻间爆发 她一个一个扔掉背上的背包 质问着奶奶 做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又满于爷爷去世 只能怪他自己出了太多音 两个姐姐觉得 一家都是怪胎 而卢卡斯却认为 爷爷很酷 她捡起地上的音头 想要完成由来已久的西烟梦 可还没掀上几口 就为大姐立马制止 痛失一顿后 卢卡斯被扔到了一旁 奶奶趁大家不注意 打开了一个包裹 拿出了里面的骨灰坛 卢卡斯母亲认为 这玩意不吉利 不能给孩子看到 立马赶来和奶奶争夺 结果两人在争执中 奶奶打开盖子 将骨灰抛向外面 一大堆黑色粉末 飘散在空中 没几下的功夫 骨灰又被风吹回原处 倒霉的是 一家人全部吸进了骨灰 悼念仪式还有许多 要完成的事项 可奶奶不和任何人沟通 他骄傲献出的沙子和烟头堆在一起 没有人知道 他究竟要做什么 无奈之下 卢卡斯母亲决定撒手不管 带着最小的弟弟去海边散步 双胞胎姐妹觉得和家人没有过头语言 又觉得卢卡斯令人心烦 便随便找了个理由支开了她 一起跑到另外一边去玩耍 卢卡斯发现 没人愿意和自己玩 便开始四处逛逛 至此 短片以奶奶 卢卡斯母亲 双胞胎姐妹 和卢卡斯的视线 分割成不同的桥段 最初每个人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各不各的 互不相扰 卢卡斯母亲在沙滩上躺下 自言自语 倾诉着内心的烦恼 最小的弟弟在旁边玩耍 吹着小坑里冒出的气泡 二姐想玩承认的沙雕游戏 她将自己的身体埋在沙子下 让大姐把沙子堆出人鱼的形状 随后 大姐起身离开 她便在沙滩上挥睡了过去 可二姐没能注意到自己的头发旁边 一根灰动的海草 偷偷地钻了出来 就这样 诡异的事情 七二零三地开始发生 首先 卢卡斯爬上了一个陡坡 发现在前方的深坑里 站着一个穿蓝色泳裤 头发斑白的老人 他刚想上前走 结果被一阵海风刮到 脚步没站稳 直接滑到了下面 谁知道 大老人缓缓地转过身 他的头竟然发生变异 渐渐变成海啸的模样 嘴里还叼着一只烟头 卢卡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因为站在他眼前的 正是已经过世的爷爷 那个被当地人 称作海啸的胖男人 不知道卢卡斯看到了 已经过世的爷爷 沙滩上的母亲依旧在沉睡 弟弟无人看管 跑到海边挽起了泡泡 泡泡越来越多 还会不断分裂聚集 奇怪的景象 都意识着平静下的波涛暗涌 危险的情细折服着 仿如一头凶兽 还像爷爷所在的地方 周围沙土不断地下滑 没过多久 沙子已经埋到了他的脚踝 情况非常危急 卢卡斯不想再一次失去爷爷 便冲上前去紧紧地抱住他 想把对方从沙子里拉上来 然而一夜一把推开了他 张开血泵大口怒吼一声 暗示此处有危险 卢卡斯被摔倒在地 眼中蓄满伤心的泪水 另一边 密密麻麻的海草 钻出沙滩 一点一点地缠满了二姐的脸 把女孩缠得无法叫唤 分裂的气泡越聚越大 竟将泰迪熊卷进海里 弟弟眼看着心爱的玩具 离自己而去 哭喊着追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生死关头 大姐赶来的时候 才发现妹妹被海草清洗 她大惊失色 慌忙拨开 缠绕在妹妹脸上的海草 卢卡斯母亲听到喊叫声 猛然清醒 不过一切地冲进大海 及时把孩子 从海水中暴露出来 卢卡斯再次起身 抽象爷爷 可终究顶不过流沙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 被沙子淹没 她无力地趴在沙滩上 双爽人在摸索 克制在里面 挖出了爷爷叼着的烟头 故事进展到此时 一切重新归于平静 卢卡斯又一次失去了爷爷 她伤心地走下陡坡 发现奶奶已经用 沙子 贝壳和烟头 堆砌了一个巨型沙雕 吊着烟头的海象爷爷 完成了悼念仪式的 最后一步 卢卡斯被这一幕愣住 想到爷爷刚才 就消失在眼前 体会到那种 生死离别的痛苦 她再也无法克制自己 情不自禁地哭出了声 奶奶望向卢卡斯 冲过去抱住她 此时 悲伤的情绪蔓延了开来 其他人也陆续感到 抱在一起 失控痛哭 卢卡斯是亲眼看到 爷爷离去 却又无能为力 双方她姐妹是一位疏忽 差点丢掉其中的一个姓米 小弟弟是一位 失去心爱的玩具熊 母亲是一位打盹 差点失去自己的孩子 也就是说 冷漠的亲人 在同一时刻 都差一点失去 最珍贵的东西 而真正的恐惧 正是发生在 生死离别的瞬间 四肢沙雕被海水冲走 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后 他们终于理解了 奶奶的顽固 从而唤醒出 对爷爷最真挚的爱 观看电影解说 关注小春电影 我们下期再会 关注小春电影 关注小春电影